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这些朋友他们有些是在官方的单位 有些是在北京的媒体里面 因为私下都有知道一些开始来部署 可是因为在没有正式宣布之前的话 是不可以讲的 所以虽然传了十年没有错 其实要讲要让北京市府先找一个 就是北京市的一个副中心 我们要讲最早是1986年那个时候 天心市长吕月桓那个时候 他提讲就是说整个环渤海区 然后经济发展 但是我们晓得这中间牵涉太多 特别是政治的因素 那2004年的时候 这个话题又在国务院被提起了 可是也是因为我们待会讲的 各种的因素就冷了下来 那为什么在6月 因为在6月13号的时候 香港某家报纸 这么这么的 而且却有歧视这么讲出来呢 因为这就讲说 因为我讲这个从这个 因为又是习大大拍板定案 去年2月的时候呢 习大大就正式的提出这个 金经济一体化 或我们讲说金经济协同发展 然后呢这个 今年的那个3月的 李克强总体 在他政府工作报告里面 又提出来 那最主要是说 今年的4月30号 其实从去年到现在 经过一年的这个整个规划 4月30号中央政治局 他通过了金经济 协同发展的规划纲要 所以为什么在6月13号的时候 一方面香港人家媒体说 这个北京要签 北京市府 市府还有这个市委 人大跟这个政协 北京的四大这个政府部门呢 要签到这个通州 而且在同样那天 6月13号北京市委开会 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 他就讲了 他就讲说这个 今后的这个北京的这个发展 要把这个不属于北京的那种富的功能呢 要把它讲的人口的拥挤啦 还有一些的这个 跟北京新闻要发展的方向不同掉了 所以要把它给疏导出去 所以是有谱的 是真有谱爱 而且像我的北京朋友 他们内部知道消息的 现在都已经开始去通州 因为这个 我觉得是今天还没有错 北京市府要签到通州去买房去了 可是我觉得如果真的要搬到通州去 也不能说搬就搬 他一定有一些 迹象跟准备的 没有错 其实这个迹象也是从去年开始 比如像前两天我看日记 你也发一个新闻 其实就是说北京中央 而且习近平 他这个所谓的经济一体化 跟这个北京市府的搬迁 他是在一起的 而且这个叫一号工程 可今的动作这个重视 所以实际上 有新眼流星道的人呢 就在去年的时候通州开始 而且北京的通州 通州那个市府 是在通州哪个位置呢 通州的陆城镇 所以他的这个六号线的第二期的工程 去年底的时候 这个在通州陆城镇呢 就是说好家府内战已经这个通了 然后呢 就是像这个通州的陆城镇 他们也讲 他们很多那个村啊 都已经早就 其实这几年以来 就不准再建任何东西 然后建筑物 然后呢 当地民众都开始把农转 都扮你这个农转飞了 但是就是说 这中间还有一个 一个我们讲说差距 开始有这个计划 然后呢 要开始实施 不是说一下子我们晓得去 因为现在你去通州看的话 那其实很多的空地的 只是说拍板选进这个通州了 计划是一步一步这个建的 所以当然地步现在能够上升的 就是这个房地产 现在通州一平方米 已经到三万五了 而且大家都息受不慢 所以这个报道 另外有一个有差距的地方 原来你看 现在我们可以正视不对 原来说什么 六月底七月就要宣布没有 现在一个说法是说 北京市府要在十一 但是吊诡就是说 以前被问到这个市府你要搬 北京市府都不吭气 这一次呢 北京市委宣传部讲了说什么 对于网路上的传言呢 我们当然不可信 但是一切以实际的公布为准 所以现在说法 有一个错误说法是绝对不是 说今年十月就要搬 就跟您讲 现在去通州是空旷一片 但是说十月会 在帐篷里面办公吗 十月会正式宣布我们拭目以待 还有一个即向是基础建设的提速 这个也算是一个观察指标 当然也算 除了我们讲的那个铁路之 那个就是那个地铁之外呢 还有这个高速公路 然后呢 他专门为了这个 就是天津北京跟河北 跟大陆的铁道公司 合组了一个叫金金记的成绩铁路 在未来呢 要准备要建27条的成绩铁路 这样弄下来 所以这都是为了 其实北京市府搬这个 他搬到通州去呢 他就是作为一个桥头堡 那除了啊 就是他现在搬到通州 他为什么会选通州 是因为他接近河北跟天津吗 对通州 他对这个就北京市来讲 通州位于这个北京的东部 他是唯一的就是说呢 连接天津跟河北廊坊的 所以他是一个等于是 我刚刚讲的桥头堡的这个位置 那其实将来如果说这个 当然对北京的那些公务员来讲 不过我们把北京的四大班子 市委市府 还有人大跟政杰放一起 大概公务员两万人 那如果搬到那也去的话 其实如果说他的地铁 能够盖了周密 还有高速公路 交通我是觉得还OK啦 他最主要是会选通州的 这个地理位置 他是唯一的北京一个 就是跟北京市 天津市 还有河北的那个廊坊 他位在那个中间的位置 例卷查过通州对于北京市 相较于台北 他相大概在 这个就是大概 因为他从天安门算到通州来说 大概是二十二公里 对 那大概的距离 大概是台北车站搭捷运到 淡水线 到淡水的距离 你知道这样子 刚预言姐讲说 他的房价到三万平米 人民币 如果我们把它换算成台币的话 大家知道是多少钱吗 一平四十五万台币 我们去看看 通州的房市 是怎么个疯狂法 三月开始 通州房市又热了起来 销售人员私下说 一个月卖了一百多户 因为建设北京副都心 政府机关搬到通州的传言 再次传得沸沸扬扬 尽管官方迟迟没证实 但北京市政府搬家 已经成了卖房的噱头 虽然房价蠢蠢欲动 甚至还有建商先不卖房 想要等到消息更明朗后 再一次涨价 但周边政府机关的相关建设 却还没动土 北京市政府搬是不搬 想买房的民众心里 还是感觉不太踏实 北京市政府要搬到通州 已经的消息 已经使通州的房价 一涨再涨了 那除了房价涨之外 还会有哪些联储的效应呢 玉燕姐 当然有啦 我们现在讲就是像这个 这样这个传闻传了很久 然后现在看来 基本上是这个笃定了 那一开始其实很有意思 因为它是为了配合 金经济一体化 或我们讲说金经济的 这个协同发展 我知道情况就是说 因为北京朋友 私下在聊天 对这个搬到通州 北京市委市府 当然一开始抗拒 对不对 谁愿意离开 现在北京 不只是远的问题 我觉得是个感觉上的问题吧 你说现在北京市委的位置 是在正义路 正义路 就是天安门网 对不对 那整个气势感觉不一样 然后毕竟让你让些公务员 去通车什么 谁愿意 那后来的这个 有这么一个传说 我也去求证一下 是真的 后来是真的是 习大大生气了 拍桌子了 你们如果北京市委不搬的话 我周南海搬 把那个郭金龙 跟市长王安顺下了 谁敢让周南海搬 所以他们就只好决定这个搬家 他就讲就是说 北京其实 为什么他一定要这个北京 就是说 即便你是津津寄一体化 为什么要这个北京市的 这个市委是否搬家 其实他背后更深层的意义就是说 因为习近平 他就认为说 他们现在全大陆 其实他整个规划 从北京市开始 北京天津 跟那个河北的十一个这个市 他们要建造是一个 世界级的城市的群体 然后把北京的这个功能 因为现在确实 它是除了是中国大陆首都之外 它这个北京 全大陆 大概我们所有可以想要的 最好的这个资源 全部都集中在北京市 那人口又集中到北京市 可是实际上对北京来讲 它面对未来的 它整个发展方向 而且中央规划的话 它是要有一个新的 一个输红渠道出来 这个其实是同样的概念 在城市的发展 首都归首都 然后其他城市归首都 让首都的功能可以发挥 像台湾我们 中央和属办公的办公厅 也搬到了新庄 像首尔 他也把一些公务员 搬到他们郊区的城市 是同样的道理 公务员会反弹 其实大家可想而知 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聊 上班尖峰时间 通州民众得使出吃奶的力气 才能勉强挤进地铁车厢 赶到北京市中心上班 但随着地铁延长到通州 通勤族更加便利 却也让人不禁猜想 此举与北京市府 迁到通州的传言 是否产生关联 这条线的一个特点 就是要与通州的 整个的这种城区的 发展规划来配合 其实它延长 就是一个很好的动作 除了地铁延长 金经济协同发展项目 也延伸了通州到大兴的 环线高速公路 不过人口拥挤 通勤吃力 以及环境污染等问题 依旧考验着北京市政府 搬与不搬 以及整个金经济地区 协同发展的决定 在北京挤地铁 真的是非常辛苦 然后还有很多挤地铁的笑话 其中有一个就是说 你源源的进去的地铁 然后挤出来 变成扁扁的 骗人出来 对 所以北京的人口 现在真的是太多了 所以它有很多城市病 到底有哪些问题 我们先讲 它城市病 第二个问题 就是你讲的人口太多 根据这个最新公布的数据 到去年级为止 北京的总共 现在是2151万人 那这个官方就中央 而且北京市府 他们有一个 一个点是指标下来 今年底 2015年底之前 北京市的人 当然我们讲的 常住人口 还有外来人口 不可以超过 2180万 而且在2020年 它要整个压缩到 就是它人口不会再膨胀 那因为北京现在的 常住人口是 然后它们常住人口 会防住 跟非常 跟就是外来的 这个常住人口 在2151万当中 常住人口是1200多万 外来的总共 总共有810几万 可是就说 他们一个教察发现说 这些常住人口 都住在三环到六环 然后外来的这些 常住人口 已经住到五环之外去了 就可以知道那个几 所以为什么要北京市府 他们的这个搬到这个通州 第一个就是说 中央定下的调子 要把这个人口的拥挤 给解决掉 这是第一个 然后衍生出来 就刚刚立军讲的 空气污染 然后这个交通这个拥挤 还有也就是说 这个所有 其实他们现在讲 这个北京市府 它的北京市府要牵走 那就很多民间的呼声说来 还有学者说 不只是要牵北京市府 还要什么三牵呢 牵官 牵校 牵央器 还有包括牵医院 怎么讲 就是说 因为所有的大陆的中央的机关 现在我们只牵的是北京市府 这双机关 全部百分之百都在北京 造成因为它所有的 那个所有的什么补助政令 从中央出去 所以为什么各地方跑官进京 有没有 送礼进京这一个 然后就讲这个央器 央器也是所有的央器 总部都在北京 那就讲说你这个总部在北京 未必能够发挥作用 你比如说像这个石油的 那些少 那个产煤的 这些央器 你是不是应该到那些 西部的那个地方去 有否这个疏散 还有包括学校 全大陆最好的学校都在北京 然后最集中 那这样的话 也会造成就是说 它整个的越来越的差距越大 教育的不平衡 而且造成北京的贫富差距 有没有 北京市现在是全大陆 有钱人最多的 超过这个江苏 长州上海 这里看我们讲了多少这个城市病了 所以还有他讲说这个医院 就是说这些的资源 应该要把它给分出去 因为现在北京最新这个定位 就是它配合经营界的发展 北京的定位已经清楚 未来它决定是作为战略的 这个中心 它是四大中心 政治中心 文化中心 科技创新中心 还有国际交往中心 所以除了这四大中心之外 我们说第一步是北京市府先签 我认为接下来就我们讲的 其实央器 还有这个像这个医院学校 大概也都会 这是哇 好长的规划都会往外走 我要补充医院一点 就是说以半个北京人的身份 就是因为住在北京人 我跟你讲 其实你它的官方统计人口 是两千一百万 事实上完全超过 因为它有很多是地下 住在地下室的地下大军 所以他们认为说 实际在北京生活人口 是三千到四千万左右 所以你想说 你看他们的官方数字 说到二零二零年 北京人口只能两千三百万 所以它超过非常多 它真正实际的 他们认为 就实际的数字是超过三千万 就等于比整个台湾人口 都住在北京还要多 因为北京的大小 大概是三分之一的台湾 所以你可以想象 比整个台湾的人口 在三分之一的台湾 那是非常拥挤 所以它的住房紧张 交通拥挤 空气污染 这样子很多问题 那问题是北京市府 迁到通州去之后 真的就可以把这些人口 全部移到那里去吗 不 他现在最主要就是讲 他这是第一步 然后就是一个象征意义 因为他北京市府 迁通州跟他的经经济的 一体化协同发展 是整个连在一起的 等于说 他的最主要功能 就是讲的 先把这个人口 第一个 就是说 现在北京有人口压着 不准再增长 第二个呢 能够把这个人口疏散 然后最重要的是说 能够把经济结构 就是说 现在北京中央在探讨的是 中南海在探讨 就是说 在大陆这些 拥挤的城市当中 怎么样调整 他的经济结构 怎么样调整 在这样子 拥挤的空间之下 来整个调整结构 然后呢 把这些城市 一线的二三线的 结合在一起 发展了各个不同的 城市群体 那像经经济一体化呢 它就是要发展 所谓世界级的城市群体 然后北京是作为这个 绝对是战略中心 因为之前天津也在想嘛 那河北有一些也在想啊 但是是习大大拍板了 这就是北京作为战略中心 这也让北京市府 吃了一颗定心丸 不然他们原来 我们想也知道 对不对 所有的 几万千宠 还在这些都是我身上 你现在要我 负担的责任更多 然后分出去的好作越作 老实讲 论谁谁都不干呢 月姐可能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叫金金纪一体化 金是北京嘛 然后另外一个金是天津 然后另外一个是河北 对 它是这样子 金金纪这个一体化 其实跟刚刚我讲的 最早1986年 柳月环提出来一样 跟环博汉区圈 然后现在就是说 这个它准备把北京 也这是一个试点 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 包含了秦皇岛 廊坊 这些这个宝定 总共11个市 这一个金金纪的这个区域 总共的面积是 21万多平方公里 人口是1亿1000万之多 就是说把他们这 整个这个区域 它以北京为战略中心 我刚刚讲的四大中心功能 然后在北京的四大中心 其他的不属于他的功能 就分到天津 跟这个河北去 那像天津的话 它就要变成 它把经济的 金融的改 该开创这块 给这个天津 那河北来讲的话 比如说这个产业的发展 还有生态环境 还有城镇的这个城镇化的这个 这个发展 都由河北来做 所以如果他这样子 按照他的规划 不得了 新通过就是4月30号 政治局通过的金金纪 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准备六年的时间 第一步六年 六年投入多少钱 42兆人民币 可是我一直有个问题 因为环渤海经济圈 它已经推动了 大概有20年 一直没有推动 推不动 因为河北天津跟北京 大家都要争龙头老大 那现在摆得平吗 这就讲 所以为什么 现在我讲 之前就是一直摆不平 有没有 谁愿意都想着 我要守着我的一亩三分地 而且尤其 其实金经济协同发展 前两年就在喊了 为什么北京一直不肯气 北京又抗拒 他想要做老大 那天津呢 有这三句话最好笑 就是说 整个资源来讲 都在北京对不对 说北京吃不下 资源已经太多了 天津吃不饱 你分给我一点 河北最惨 没得吃 所以他现在 之前是抵触情绪非常强 但是就是我讲的 因为从去年到现在 因为是习大大亲自 他把这个金经济一体化 他们叫做一号工程 而且是顶层设计 由上到下 他跟长山脚 跟朱山脚不太一样 长山脚 朱山脚 他当初是按照市场的需求发展 这样发展出来的 金经济一体化的 这个协同发展 他最主要就是说 以把北京 不属于北京的这个副功能 往外来疏散 然后带动天津跟河北 他们整个的经济结构 这个改造 可是就像你讲的 对北京来讲 天津来讲 特别是北京 对不对 因为你这个如果说 央企以后 要外移到其他 河北其他地方的话 包括税收这些 大家都要再来探讨 都有问题 所以北京一开始就 真的体触性最强是北京 那天津是算站在中间的话 天津也是 他其实我想天津也知道 他怎么能跟北京 争龙头老大 最高兴的就是河北 可是对北京跟天津来讲 你河北河北 你凭什么跟我来争 就是 但是又是我讲了 习大大在他那个重要讲话里面 拍板了 他说呢 要这是顶层设计 由上而下 而且呢 要秉除一亩三分地的 这个心态 要怎么样 抱团取暖 一块抱团 就一起发展 他就比较像长三角 珠三角的概念 让他整个区域一起发展起来 但是我觉得这中间 其实我们讲 说得好听 实际上又有问题 因为习大讲话是说呢 所有的投资的合作 要三个地方 来平均 我觉得这以后 实际做起来的话 未必能这样子 他应该需要一点时间跟挑战 但可以往好的方面 想是他可以减轻 这老北京城的发展压力 也许会让老北京 有不一样的面貌 也说不定 广告之后 我们再回来回答网友提问 身为首都 北京这几年来 快速发展 它造成的问题是交通恶化 还有它的寺庙 城墙一些古建筑 因为官僚机构的扩张 所以都被拆了 为了替老北京减负 所以现在北京市政府 要带头搬到郊区去了 网友问了 他说那北京市府搬家之后 北京就会重现 古城风味吗 玉燕姐 我是觉得说 以现在北京建设发展 到现在的话 我只希望说 他不要再建设发展 不要再拆了 不要再拆 不要再拆这些 古城那种风味了 而且那个 因为他随着这次 北京搬家 他又还有个传言 所以北京市府搬之外呢 一个是说 在四环以内 就属于这个 他又要建国务院的特区 或者是东城区 西城区 并在一起建这个特区 可是这个就是说 成立这个特区 这个消息说法 应该是不可靠的 中间还有很多这个问题在 我们今天是没办法讲 但就讲就是说呢 这个北京市府搬家 我是希望就是说 既然这个中央 有心把北京 正为政治中心 我们不要讲了 文化中心 对不对 那真的 对于这个 现在老北京 还仅存的那些的 你看我看一个资料 真的是 北京原来那个 内九门 内九门跟外七门 大家都拆的 都是防鼓的 能够把他这个 文化中心的 这个东西 给保存下来 而且像这次的 就是原来的经济中心 现在是要给 金融改造是要给这个天津 所以我反而是希望就是说 真正只有这功能疏散 这个把这个 它的副功能疏散之后的话呢 北京不要再继续 拆 拆在哪 把那个已经 现在已经剩下 都保存下来 让我们真正感受到 不过虽然说 北京现在有这么多的问题在 我不晓得 律经人跟民主怎么想 我现在去大陆出差 跑遍大陆的各省市 我最后还是会回到北京 我还是爱劳北京 虽然眼睛看了可能没有了 可是心理上的感觉还在 他的四合院的胡同的 慢慢就少了 而且你刚刚讲到 那个金融中心 他把西边都拆掉 去变金融中心 那其实天津已经有一个 要做金融区的 我觉得应该移到那边去 另外我还有一个疑问是说 他为什么要 搬那个北京市政府 为什么不搬央器 比如说中石油 不不不 这是讲 有现在这个规划跟预论 已经在第一步 先把北京市府给搬了 这是一个大工程 接下来就是我讲的 那个牵官就不必要的那些 那些除了北京市府以外 其他的官方机构 还有呢 学校还有医院 还有央器 这是在规划里面 是要他们搬的 他会不会起到一个 带头作用 因为其实好多跨国企业 到大陆去设 他的办公地点 明明知道 主要都在上海营运 可是他非得在北京设 因为北京是政治中心 然后越靠近 那个政治权力中心 他才好办事 所以这下北京市政府搬了能有帮助吗 因为央企还是留 中央机构 还是留在北京城里面 他那既然就你就是看 就是他北京 如果说你今天要使用 你这个外国跨国企业 要到大陆来 在北京的话 他现在如果讲是经济的中心的话 经济金融 他是要分给天津 那天津现在跟北京的 陈济的那个交通 老实讲真的是非常方便 所以对这些的外国企业 跨国企业来讲的话 应该不太有大的这个问题 不过就怕他们 那个公务员的心理感受不太好 那是没有错 我们台湾一样嘛 你看他那个核蜀办公 要搬到新庄去 大家都不愿意啊 而且会反弹 都觉得那很遥远 他说这下子不是北京人了 我要去当中央人 他们有这么一个说法 但是对不起了 这是中央的这个一号工程 而且是习大大命运下来的 不搬也得搬 你谁敢反弹 那个郭金融市委书记跟市长 完全都说了 你谁敢不搬 没错 北京市政府如果搬到通州之后 或许可以疏散北京的人口 可是北京的城市病 还是要多管齐下才能解决 对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区域一体化之后呢 未来只当首都的北京城 真的可以展现他独特的风貌 谢谢月亮姐 谢谢收看 明天继续大人话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